大家好啊 我是你们的朋友大野猫 最近呢有关开源人工智能 就是OpenAI旗下的这个ChatGPT火了一波 我看见呢网上不少营销号呢 他说这个事 然后呢还有人说啊 三年内取代谷歌微软苹果 我看到这个NASDAQ 就是相关的股票啊 也翻了好几番啊 这些东西 ChatGPT这个东西我用过啊 试验了一下 我的结论是这个啊 我结论是这个 他这个东西呢 他是通过炫酷科技的手法 进行了一波完美 完美的对未来某种终极形态的展望啊 为什么这么说 我今天我今天的标题是这个ChatGPT的出现呢 是潘朵拉的磨合被打开 为什么说是潘朵拉的磨合被打开呢 其实这个事呢 可以是褒义的 可以是贬义的 啥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之前 其实AI这个东西呢 很多年就有了 之前呢 只是专业的人士呢 可以说接触到这个AI到底是什么 就是人工智能啊 人工智力啊 这些东西 专业的人士可以接触到一些东西 比如说个人理财的 有个人理财的机器人 比如说有人帮我们做画啊 做图像的 有这样的软件 有这样的辅助机器人 然后这些辅助机器人 可以帮我们做这些东西 甚至做曲啊 这些东西 大家都可以做到 但是呢 这只是专业人士接触 这个ChatGPT 它有一点 一点非常关键的是什么呢 它使得投一回 这个AI形式下的东西 AI形式下的辅助工具 进入到了就是大众的颜面 它使得这个东西大众化了 让普通人 我说的是普通人 不是专业人士 是普通人有机会接触到这个东西 是什么 感受到它的魅力 这个就是ChatGPT的关键 其实像ChatGPT这种东西 非常非常多 但是它打开了通往普通人的道路 这就是为什么 我说潘朵拉的魔盒被打开 因为这只是一个刚刚开始 我们知道 谷歌马上要推荐自己的东西 叫Bard 然后百度呢 微软啊 它都要推荐 推出自己的这种 第一代的这种产品 类似ChatGPT的 所以呢 我就说了 ChatGPT只是一个开始 而且是由它来开始的 这是关键 它在开始这些东西 然后呢 后边跟进了一大堆东西呢 可能会比ChatGPT还要好 可能还要improve这些东西 就在它的基础上进行改善 但是无所谓 这个东西对大众已经打开了 这就是为什么我说 它是一次完美的 对未来终极形态的展望呢 因为它跟大众深度绑定了 之前的AI呢 只是专业人士 现在呢 我们大众 很多普通的民众 知道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 这个就是它的魅力所在 我说了 之前我们也经历过这种东西 就是新的产品 然后通过推广 新的产品 我们知道是什么了 比如说 我举个例子 比特币 很多人觉得比特币 这玩意炒作的啊 比特币这玩意虚拟的啊 什么都没有 但是比特币这个东西呢 它结合了一个东西 叫区块链 Blockchain 这个区块链 与以后的这个Web 3.0 那是深度绑定的 那是深度相关的 那以后呢 我们还会见到这个东西 然后还有前年 在脸书旗下 搞的这个元宇宙 Meta 甚至赛博2077 这个也是对未来的一种展望 然后我们说的是炒作 其实它不是炒作 它有炒作的成分 但是它炒作这个东西呢 是对未来的一种盼望 未来的一种终极形态的展示 包括这AI的东西 AI我们之前知道 1997年 战胜国际象棋大师 Gary Kasparov Deep Blue 深蓝 那其实就是一个开端 后来呢 我们又知道围棋的有一个AI 叫AlphaGo 2015年 AlphaGo AlphaGo 现在呢 我们看到了什么呢 看到了这个ChatGPT 其实它一步一步的 它是不断的给 就是说不断的给我们惊喜 不断的给我们 就是说更新的这些东西 之前呢 这是专业人士设计 现在它到了我们大众的眼泪 它到了我们大众的生活当中 你说ChatGPT 这种东西它给我们多大帮助吗 你说它这个东西有多强大吗 如果你仔细的冷静下来 你想一想 这东西其实吧 不是那么强大 但是呢 它给了我们提供很多辩解 这个玩意儿咱这么说啊 首先它是一个辅助聊天机器人 辅助聊天工具是一个 第二点呢 它有一个巨大的搜索引擎 它是一个巨大的搜索引擎 它在之前原有搜索引擎的基础上 对信息的整合 通过这个深度的深度学习的过程 对信息的整合能力是非常非常强的 另外还有一点是什么呢 它可以做一些程序代码 一些简单的单一界面的程序代码 我们知道我们软件工程师呢 做这个程序的时候 可能有几百个界面的程序代码 它可以做单一的一个 做单一的一个呢 然后由这个程序员呢 接着去整合更多的东西呢 它给了程序员一个基本的辅助工具 它是这 它是这么一个东西 然后呢 它广告做的特别好 推广推广特别成功 然后呢 个人感知特别好 我说的个人感知是啥呢 给普通人群 就比如说我是一个 我是一个二五子 我需要一个傻瓜的这么一个东西 其实它给了我一个傻瓜的solution 就是一个解决方案 让我知道什么是AI 同时呢 让我感受到AI的这种力量 然后呢 我不被这个AI这种新的技术呢 我打触 我害怕 这个东西我害怕 这东西到底是什么 我不想安装 不是的 我安装了 我试一下 哎挺好用 那我就用这个 那我就用这个了 对吧 其实类似像市场这种辅助进行人的形态 非常非常的多 我们只是之前不知道罢了 比如说图像生成的辅助工具 叫stable diffusion 不知道大家谁知道 类似的做画的 做曲的也有 这属于这方面 专业人士你想用的 你可以去用 有的东西呢 可以付费 付费了 然后你可以用了 有些东西呢 它有一些额度 哎 这个额度呢 你可以用一些 你可以试验一下 体验一下 到底怎么回事 另外呢 银行系统的呢 有这种东西叫robot advisor 就是机器人个人理财 这机器人个人理财是啥呢 分析个人信息 然后呢 推出 哎 适合我的理财产品 适合我的理财产品 因为这个东西很简单 个人理财的东西 个人信息也好 它可能连大数据它都不算 它可能就是一个小的数据库 小的数据库呢 然后呢 它经过我 对于我个人信息的评判 对于我个人spending 就我花销的 这整个这个trend 整个的这个 这个这个模态 它对这个东西进行分析 然后最后给出我一个 给出我一些选择 让我去做这些理财的方案 但是 它省了大量的人工 现在加拿大这边呢 银行呢 很多银行都推出了这种 这个robot advisor 它推出了这种robot advisor之后呢 我们就看到前台的许多工作呢 就消失了啊 就customer service 之前前台的很多工作呢 就逐渐的没有了 那你说chat gbt的好吗 对不对 它好吗 这个东西有人说 它可以写文章 有人说呢 它可以给出一些正确答案来 它给出的答案呢 在通识方面 它可以给出这个答案 但是你要真说它专业的东西 未必见得 未必见得 有时候给出一个比较政治类的答案 你输出不同的字体 比如输出一个繁体 输出一个简体 有时候给你答案不太一样 很显然的 里边还有一些 有些后门的东西 那可见就是说 关键点不在chat gpt上 而是在创作chat gpt这个人这块 也就是说啥呢 这个AI呢 始终是由人来控制的 始终由人来控制的 你说的有人说它诗歌写的不好 诗歌写的好不好 不关键 关键是它能不能写 如果它能写 它就有改善的空间 我们要的是什么呢 我们要是零和一之间 而不是一到一百 零和一非常的困难 只要这个一达到了 到一百非常非常的容易 它是这么一回事 所以市场上的AI很多 我想体现的是 市场上的AI很多 包括你说比亚迪的工厂 生产口罩的工厂 生产汽车的这个streamline 这个工厂 还有上海的这个港口 也用到了AI相应的 相应的东西 但是我们普通人接触不到 我们普通人不知道 我们可能用到了比亚迪的口罩 开到了比亚迪的车 但是它不等于说 我们就亲身经历了 这个AI到底是什么 但是Chat GPT 它通过这种一种视觉效果 通过一种感知的效果 它让我们看到了这个东西 它让我们感受到了这个东西 那这个是这个问题的关键 这个问题的关键 所以呢 那我就接着说了 为什么我这么说呢 因为我这么说 就因为我们人啊 就是我们人的生活 一直以来呢 是不断改善的 关键这个Chat TV GDP抓住了一个什么东西呢 它改善民生 之前我说过 拜登的国庆咨文是改善民生 现在这个新的技术 也是改善民生 我记得我小时候啊 农村土房子做饭 我们需要匹拆 捞树叶子 然后呢 搞一些煤炭 然后呢 整点油 用那大锅 把锅点燃了 还得等着火放起来 等着火放起来 然后呢 我们才去做饭 那我们之前 我们知道 我们现在工作了 工作了 时不时呢 我们order一个pizza 就是比萨饼 大家知道 这个比萨饼 从哪来的吗 有人说呢 肯定是意大利啊 比萨饼是意大利人 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 比萨饼不是在意大利 被推广的 比萨饼是在纽约 被推广的 为什么 它曾经是纽约 初代白领的工作餐 其实它跟柳州螺蛇粉 和福丁榨菜是一样的 这个东西呢 最开始的时候 你说你和面啊 香肠啊 奶酪啊 蔬菜啊 这些东西呢 是需要集中的运输 集中的加工 集中的制作 才能生成 这种比萨饼的这种行业 要不然你手工制作的 达不到那种规模 甚至柳州螺蛇粉也好 它达不到那种规模 当你达不到那种规模的时候呢 它只是一个什么呢 它只是一个 这个地方的一个小吃 它不是达不到推广的效应 比如说我们知道 王首一时三香 住哪店呢 汝南的 王首一时三香 但是这个王首一时三香 什么时候在全国推广的呢 有人说是北宋时期 一边缆子 跟北宋没有关系 1957年 为什么 武汉长江大桥通车了 因为交通的便利 因为工业化的生成 才成就了这些所谓的 我们古老的东西 它是这么一回事 得到了一个推广效应 ShedGVT这个东西呢 也是 也是 就这个东西 你明白这个东西 它是从一个 从一个非常原始的 到一个非常现代的 从一个非常繁琐的 到一个非常便捷的 整个的一个过程 ShedGVT也是这个东西 比如说搜索关键词 我们之前搜索 搜索关键词 然后给了一大堆网站 给了一大堆东西 我们自己去生成 我们自己的答案 但是现在呢 ShedGVT呢 它给了什么呢 它省略了这一步 这一步给省略掉了 然后呢 它给出了自己那种 相应的通识的答案 咱这么说 咱这么说 它给的通识答案呢 给普通人解答呢 那普通人拿这个东西呢 就行了 普通人很满足 它拿出这个答案就可以了 然后就明白了 这就足够了 它是不是代表立场的呢 它代表了某种立场 可能这普通人 接受了这个立场 那对于一些专业的人 有独立思考的人 他会看这东西 可能说 这是你的立场 跟我立场不一样 哪怕是机器人立场呢 我也需要我自己独立思考 但是呢 很多人 普通人不是专业人士 普通人的吃瓜 我最近也明白了 普通人喜欢吃瓜 普通人不喜欢专业的东西 因为我最近有几期视频呢 我们出了一点问题 所以呢 我也学会了这个东西 所以学会了这个东西 所以呢 它是这个 它省略了很多一步 给普通人呢 得到了实惠 这个出击代码 这个也是 它省略了很多步骤 给这些马农呢 给了一个辅助的效应 这个就是我所说的什么 我所说的这个 它这个整个的这个 ChatGPT 给我们的啥呢 给我们的机遇 就是什么呢 它省略了我们很多步骤 另外呢 它给了我们的生活 更加的辩解 这是关键 但是呢 有这个机遇的同时呢 也有威胁 它的威胁是什么呢 大野猫认为是两点 大野猫是两点 我们之前不是说了吗 Stable Diffusion也好 ChatGPT也好 Robot Advisor也好 它不是有作画啊 作曲啊 然后个人理财啊 它都有一个效果 它一个效果是啥呢 它替代了很多人的工作 比如说有Stable Diffusion 这样的东西 那之前会工作 在搞平面设计啊 做插画这些人呢 就不需要这样的人了 就不需要太多这样的人了 甚至包括什么美术啊 学美术的啊 学画画的啊 学作曲的啊 可能以后呢 可能就是说 这样的人就不需要了 可能他就变成了一个个人爱好 就更不是一个职业了 然后Robot Advisor呢 让大量的个人理财的人 包括像我这样的 就有在不久的将来呢 就很有可能会失去自己的工作 那这个终极形态 就是所谓的ChatGPT 这样的终极形态 能不能替代 我们现在这些马农的全部工作 也就是说呢 现在是初级的单个页面的代码 以后能不能生成为 高级的综合界类的代码呢 这我不太清楚 那这里吧 还有更加更加恐怖 我个人恐怖 更加新颖或者恐怖 不知道你怎么看啊 一个形态是这个 这个AI呢 通过自己对事态的这什么 事态的感知 主动生成代码 并且编写 然后产生解决方案 就什么呢 我这我这边这个机器人 他通过感知周围的事态之后呢 他通过感知事态之后 他得到了这个信息之后呢 他自己产生代码 然后他自己来写 也就是说他有人的思考能力 那这个就很有意思了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的 现在的AI呢 ChatGPT这类的东西 他可以通过深度学习 但是他学习的东西 是以往经验 只要是以往经验 你记住了 他依旧在这个系统之内 他依旧是一个legacy system 也依旧是一个辅助的效能 因为他借助的东西呢 是我们已经有的东西 已经创造出来的东西 那如果我们未来的一个东西 就是自我感知 自我产生解决方案的话呢 他就不是辅助了 他就是创新 可能是自主创新 比如说我们之前说的 美国的国防部 巴尔帕 用这个F-35为基础的马赛克战 就有点这个形式 就有点这个形式 比如说一个单个的F-35 飞行员飞着他 他是个小的机器人 小的机器人 他控制着这些中程疗机 与那个其他的F-35 形成这种 形成这种作战的体系 然后作战的体系呢 又与地面的这些 和海上的这些 这些部署呢 进行互动 然后呢 形成了一个作战的 整个作战的组网 而且同时呢 这个东西呢 是不需要指挥中枢的 它是个去中心化的东西 那这个东西 美国正在做 中国呢 也在这方面正在做 所以以后 这种终极形态 是不是会说 使我们大量的工作 失去 就很多大量的专业人士 学了几十年 比如你 你做一个马农 你可能会读 读几十年的书 或者几年的书 或者你 之前你做美术的 在这方面 你经过多年的磨练 一下子这个东西来了 一下子这个东西来了 然后呢 你的工作没了 是不是有这种事 那这种事呢 你自己要考虑了 对吧 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 我个人觉得 这个东西比较严重 我跟大家讨论的 就是文化缺失 和制造懒人 比如说呢 我今天呢 就是在ChatGPT上 问了一个问题 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什么是量子信息技术 他告诉我了 什么量子信息技术 挺好的 那我再问他一个问题 量子信息技术 与地缘政治 有什么关系 他给了我一大堆东西 都是套话 都是套话 哪怕他不给我套话 咱这么说 他给我的答案 对一个普通人来说 可能无所谓 普通人可能就拿着答案 就走了 但是对于我来说 我看出这个东西是套话 我看出这个东西废话 因为我能辨析出 因为我经过了 这些专业训练呢 我知道这个东西 到底怎么回事 我有我的 opinion 我不是说了吗 他这个东西通实的可以回答 代表的立场呢 可能不一定 他可能是套话 但是即使呢 我说了 代表立场了 也是代表机器人的立场 而不是我的立场 无论这个ChiaGPT多么强大 我们依旧需要独立思考 和自我判断 但是呢 对于普通人来说 咱这么说 对于普通人来说 吃瓜的那些人来说 喜欢听鬼故事的人来说 喜欢看谁配明昏的那些人来说 能不思考就不思考 他们会更加的偷懒 有了这个软件之后 有了这个辅助机器人之后 他们会更加的偷懒 把AI生成出来的答案 当作标准答案加以推广 机器人告诉我的 或者我在哪搜的 机器人告诉我的 这标准答案 这就给你了 这就是普通人 有些人说 以后有没有可能 机器管理人类 机器人管理人类 我个人认为不会的 但是这里边 这个问题是这个 只有人类主动放弃 独立思考和分析的能力 向机器人投降 那么 很有可能会说 机器人管理了人类 不是说机器人 想管理人类 而是我们人类 主动放弃了 独立思考 和独立 独立分析的这个能力 也就是什么呢 机器人 给我们生成一个东西 我们拿来就用 我们说这个东西 就是真理 而不是说我们看到了机器人 跟我分析这个东西 我可以提出一亿 我认为这个东西 它不合理 然后我能写出 更合理的东西来 或者我能写出来 我认为更合理的东西来 它有没有这一步 当我们说 机器人 你给我的东西 它不合理的情况下 我能给它写出来 我认为合理的东西 我能推广出去 那么我就没有放弃 独立思考的能力 我就没有像机器人投降 但是我们普通人 喜欢吃瓜的 喜欢听鬼故事的 喜欢看人配明昏的 这些人他不对 他拿了这个东西 他认为就是真理了 他认为这个东西 就可以用了 他就可以去用 那这种行为 大野猫认为 就是主动的放弃了 独立思考和分析的能力 也就是说 主动发表 我今后不思考 不学习的声明 老三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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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之前说过 这些AI来说 像ChartGPT也好 Stable Diffusion也好 这些东西 作画作曲艺术美术 它可能使我们的文化 失去很多东西 很多人不再学美术了 很多人不再学书法了 很多人不再学作曲了 它让我们失去了 很多文化遗产和文化符号 但这个东西 比起我们人类 因为这些东西 所出现 所放弃的独立思考能力 那可以说是比不了的 当我们放弃了独立思考能力 和独立分析的能力 我们向这个机器投降 这一刻到来的时候 那我们这个 我们这个所谓的人类 将变成一种新的形态 而这个新的形态 像我这样有独立思考的人 我们这些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 我们感到非常的 我们感到非常的恐惧 最起码的 我们感到非常的担忧 也就是说 在未来的某一天 会不会有这种情况 制作AI的 就制作这些 AI的这些人 加上资本利益集团的绑定 它可以通过人的懒惰 更加有效的 对个人的行为进行支配 也就是所谓的 我们这个民主社会 不再民主 我们这个民主社会 走向独裁 有没有这种可能 或者我们这种 我们这个民主社会 走向专制 有没有这个可能 那这个东西 我要问大家 这一个问题了 因为懒惰 我们主动放弃了思考能力 那这个是非常严重的 非常严重的 我知道ChatGPT这种东西 AI这种东西 它不能左右人 但是它可以给人的懒惰 的一个合理的借口 有了这个机器人了 我可以不死好 他给我的答案 我认为就挺合理的 我就拿出来了 他给我答案了 这答案挺合理 我觉得挺合理 因为我在这方面 没有专业训练 我在这方面 我认为就合理 我就给推广出去了 你们谁想辟谣 谁去辟谣吗 你们谁想有更多的解释 你去读更多的解释 反正我认为 这是对了 它给了人懒惰 提供了理由 提供了excuse 之前没有这些AI的时候 没有ChatGPT 进入到大众的视野当中的时候 我们还需要去搜索的时候 我们还需要自己去搜索 自己去分析 自己去整合 当有了ChatGPT这种东西的时候 它为我们搜索 它为我们整合 它为我们拿出这个答案的时候 那我们就用了 我们普通人用了 我们就懒惰了 我们就懒惰了 我们用了久而久之 我们形成的一种态势 人们失去了 人类失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 普通人失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 这就是文化的整体堕落 而这个文化整体堕落的开始 那就是ChatGPT这样的AI 进入普通人生活的这种一部分 这就是为什么我说 这就是为什么我说潘朵拉的磨合被打开了 好了 这期节目就到这儿 喜欢大野猫节目的别忘了点赞 评论转发 没订阅的请订阅一下 谢谢大家